首先先請教市長一個問題 假設今天您要做一件事情是需要議會同意 但是議會卻說您的上一任就否決了這個計畫 所以您這一任也不能做 您覺得這有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嘛 因為新的任期應該要有新的計畫對吧 對 那麼今天要跟您探討的是報告當中的第一項關於囤房稅的問題 因為在今天之前包含上個會期的總質詢 那很多的議員包含我 提到提高囤房稅 或者是縮短建商持有新建房屋的寬限期 這不會影響到一般的老百姓 但是市府給的答覆 往往都是2017年議會否決了 2018年議會在選舉了 甚至在上個會期總質詢的答覆也是講說 如果取得貴會議員多數支持 會配合演你修正 而在今天報告當中的第六頁 還是在講針對這件事情 適逢107年 貴會議員任期屆滿而未及審議 因此市長 關於這件事情上個會期 以及到今天之前 市府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 都叫做責任推給議會 對不對 感謝市長的承認 那麼市長我認為新的會期 新的議員 那當然以及新的市府 都應該要有新的做法 首先關於市府 未來要提高多戶的持有成本 我們是大力支持的 但是呢再想請教一下 先前財政局有算出來 針對建商新建房屋 給予一年的出售 科與1.1%的稅 第二年以上 科與3.6%的稅 大約可以增加3億元的稅收 對吧 差不多 差不多是可以增加這樣的稅收 但是目前有沒有打算這麼做 其實在今天的報告當中 是說要等待中央的立法 是嗎 我們其實這一條齁 就說成熟議員講 因為2017年議會 三讀通過 我現在再丟出去 有點投鼠忌器 這沒有投鼠忌器的問題 因為這是上一屆的事情 就像一開始說的 不能因為上一屆的市長反對 然後您這一屆就不做 也不能因為上一屆的議會不做 這一屆就不來提給議會 那麼我要繼續問的是 那假設如果中央的立委 沒有要修法 是不是就會按照市長所說的 就不會提了 我們其實我們在想說 因為我們11月要推出那個 單一寫自助 我想說搭配那個再丟出來 所以我想請教的是 如果中央修法遲緩 那麼是不是能夠至少在下個會期 針對起造人 也就是縮短建商持有新建房屋 寬限期 從三年變成一年 第二年以上增加稅率 因為這是在台北市自治條例 修正就可以辦到的對吧 那我們有說我們下個禮拜齁 所以市長是會把這個問題再拿出來再討論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 其實是不需要等待中央修法 因為這是我們自治條例就可以做到的對吧 對 好所以市長會在下個禮拜開始 就來演議 針對縮短建商持有新建房屋寬限期 三年變一年部分 來加以討論 來加以修正 是嗎 我們下禮拜市長是會一會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至少是能夠在下個會期的時候 能夠正確提出市府的版本 然後來實現市長您口中的居住正義 給年輕人一個居住夢想 降低房價的希望可以嗎 有這個計畫 不是有這個計畫 也要這麼做啦 對 我們有這個計畫 OK 以上謝謝